现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是LIFT 这个函数 它是会传回文字字串中的第一个字元 或前几个字元 根据你指定的字元所定的 那属于文字类别 各个版本呢,皆可以 那LIFT 刮弧TEST 就是你要传回字串 就是你要截取字元的文字字串 那LUMBER CHAIR 就是说你要抓的字元素 要抓几个字 那我们切到ECEL 来看,把它切过来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来讲呢 第一个我们用LIFT 假设说我要抓 A2储存格里面的 两个字元 就B2储存格 两个字元,那就会帮你抓什么 英文的,两个字元 那中文呢也一样 LIFT A2 B5是两个字元 它一样也抓两个字元 就两个字 所以不管你是英文字 或者是中文字呢 在LIFT都当成干嘛 一个字元 英文字母也是一个字元 中文字2by也是一个字元 这样子 所以它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那它从左边 那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假设今天来讲你不打 第二个参数B2 这个有没有 抓几个字元你不打 那它就预设只为1 只抓一个字 就是说 你没有抓几个字元的话 它就当成是1 只抓一个字 只抓一个字 只抓一个字